6点17分来关心气象 从昨天开始冷气团就减弱 不过清晨还是受到浮测冷却的影响 各地气温偏低 像是今天最低温就出现在嘉义只有13.7度 嘉义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 不过到了白天过后温度就会往上回升 今天的白天高温比昨天要来得更高 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6度 中南部可以来到28到29度 东部地区则是会有25到27度 各地的日夜温差还是很大 大家要特别注意你的衣服穿着 至于在藏雨天气部分 台湾附近由于水汽变得比较少 所以各地大部分都是属于多云 倒行的好天气 特别注意只有东半部地区 还有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藏雨机会 换句话说今天全台的温度都不错 适合出门去走一走